原来当年刘欢就是用这首歌 砸了央视的肠子 当年《水浒传》一经播出就创下收视记录 好汉歌也火得一大糊涂 可刘欢却直呼太险了 因为这首歌是刘欢简陋得到的 自己也因此被封杀 当时张继中十分重视《水浒传》主题曲的演唱歌手 在全国范围内天南地北的找歌手来演唱 本来已经定了某位知名歌手演唱 却因为视唱效果不好 张继中一直没有拍板 试唱好汉歌的当天 刘欢正好在隔壁录音室录歌 张继中就请刘欢试一试 没想到刘欢完美演绎了张继中想要的磅礴气势 刘欢也因此简陋 成为了好汉歌的原唱歌手 《水浒传》播出以后大受欢迎 连带着好汉歌也成为皆知相闻的好歌 传唱度非常高 刘欢在华语乐坛的声明突然大造起来 就连春晚也对刘欢抛出了橄榄枝 本以为上春晚会让刘欢的歌手生涯更上一层楼 没想到此次春晚差点毁了刘欢的歌唱生涯 刘欢参加春晚的那一年 负责和刘欢对接的工作人员出现了重大失误 导致刘欢到达现场的时间晚了 主持人爆完木刘欢才刚刚赶到 刘欢因此被媒体用耍大牌来形容 如果只是单纯的迟到 还不至于被官媒点名封杀 真正让央视点名封杀刘欢的原因 是刘欢在春晚演唱完以后 大闹了央视的后台 刘欢称自己带来表演的背包不见了 于是在央视翻天覆地地找 在央视大脑特闹 所以才会被央视拉入黑名单 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刘欢再也没能接到央视的工作邀约 甚至央视在转播其他地方电视台的晚会节目时 有刘欢出现的画面 都被央视进行了处理 要么是只有歌声出现 要么就是只有三分之一的刘欢身子出现在画面 也坐实了央视要封杀刘欢的消息 要说刘欢亦德不好爱耍大牌 导致央视封杀刘欢倒也不至于 因为刘欢此前还曾经为中国好声音的学员发声 该名学员和刘欢并无过多的交集 在华语乐坛的发展也说不上好 刘欢力挺该学员 完全是对该节目的弄虚作假看不过眼 直到看见好声音停播 才明白刘欢为何当了一记导师就退出了 中国好声音节目的比赛有黑幕 几乎是公开的事实 前段时间李文生前的一则录音 更是直接将好声音的遮羞不扯开了 李文对好声音节目强有力的控诉 让公众和业界再也无法忽视好声音的弄虚作假 而刘欢此前录完好声音第一季 再也没有出现在好声音的舞台 就是因为好声音的黑幕太多 得不到刘欢的认可 刘欢做音乐是认真的 挖掘有实力的歌手自然也是认真的 可是这一点和好声音节目组的理念相悖 好声音节目组只想捧自己人 对于不是自己人的歌手 自然是直接淘汰 这才有了李文录音中质疑70多分的学员 都可以有第二次机会 而他80多分的学员没有 李文的生前录音和刘欢退出好声音的举动 切实的说明了一个问题 好声音这类音乐综艺节目一点也不真实 能选成冠军的背后都有人 刘欢的退出 让好声音节目的口碑一度崩塌 关于好声音的黑料也在不断有出 足以证明刘欢在华语乐坛的地位有多么超然 别以为公开炮轰好声音节目组 就是刘欢为了维护乐坛公平环境唯一做的事 刘欢还曾经把好声音节目组告上法庭 维护自己音乐的版权 让好声音节目组知道 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欺软怕硬 刘欢可是不服输的硬骨头 对真理向来是极力维护的 除了爱惜会唱歌的人才 对于不公的事情敢于公开发生以外 刘欢在做善事方面也从来不干预人后 2008年的汶川地震 相信大家都还记得情况有多么惨烈 全国各地的名人名言纷纷献爱心捐款 刘欢也不例外 刘欢的捐款简单直接 并没有来支票或者转账那一套虚的 而是直接扛着一袋钱来到捐款的慈善晚会 直接把钱全部投入了捐款箱 经过现场工作人员点算 这袋钱足足有50万 可见刘欢确实心系栽区的人民群众 想要通过实际行动来给予他们一定的支持 正是因为刘欢这些年来 在华语乐坛所说的话 所做的事都十分正面 也彻底让央视对刘欢改观 官媒对刘欢的改观 也让刘欢的事业有了质的飞跃 北京人在纽约的主题曲 同样也是刘欢延长的 该电视剧在央视播出 刘欢的声音和画面也在央视有了播出 央视终于解除对刘欢的封杀 也为刘欢日后演唱奥运会主题曲 我和你奠定基础 如果刘欢的封杀令没有解除 后来的我和你也不会响彻世界 此前和央视闹出耍大牌的舞会 耽误了刘欢在华语乐坛的发展 此番再度和央视合作 在奥运会上压轴登场演唱我和你 刘欢自然不敢有丝毫懈怠 2008年的奥运会是中国的骄傲 奥运会晚上的表演可谓群星璀璨 刘欢却能和英国歌手 莎拉布莱曼以压轴登场的形式出现 结合柔软和谐的曲风演唱我和你 让世界听到来自中国顶级流行歌手的美妙歌声 跃动的音符传向全世界的同时 刘欢知名歌手的身份也被全世界认可 在国际上彻底打开知名度的刘欢 也没有沾沾自喜或者飘飘然的表现 回归到生活中 刘欢看上去普通且平凡 此前刘欢还被拍到住着拐杖在街上走路的照片 如果不是刘欢的脸和身材太有辨识度 估计只会被认为是一名普通的路人 在生活中的刘欢和普通人无异 在舞台上的刘欢却光芒万丈 此前刘欢参加《我是歌手》音乐节目 曾经获得过歌王的好成绩 以刘欢在歌坛的地位和实力 根本不需要参加任何的音乐比赛节目 但是刘欢没有止步于自己现有的成绩 而是选择卖出去 和更多的实力歌手PK 提升自己的歌唱实力 也让更多喜欢听自己唱歌的歌迷 能有一保尔福的机会 现在的刘欢已经鲜少出现在公众视野前 并不是刘欢不喜欢唱歌或者不唱歌了 而是刘欢的身体条件不允许 因为刘欢太喜欢喝酒 导致身体出现了问题 甚至患上了不死癌症 原本乌黑的一头长发 现在已经变得花白 刘欢肉眼可见的沧桑了许多 这才有了前面娱乐记者捕捉到白发 刘欢街边主拐杖的照片 刘欢有多喜欢喝酒呢 为了尽可能多喝好酒 刘欢在自己家的地下室 专门画出一块地方来藏酒 酒窖里面放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名酒好酒 地窖还设置了一个用于喝酒的吧台 甚至比外面的酒吧看上去还有氛围感 至身里面确实很想要一直喝下去 酒精对人脑的神经损害非常大 刘欢的妻子也曾经劝说她戒酒 特别是在已经患病的情况下 戒酒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刘欢丝毫没有理会 觉得做人享受当下才是最重要的 学法语出身的刘欢 最后成了华语乐坛的知名歌手 全赖刘欢本身过人的音乐细胞 后来收到谷建芬老师的赏识 才逐渐打开了在华语乐坛发展的道路 谷建芬老师在音乐和识人方面的才能十分厉害 不仅能挖掘出刘欢这样的知名歌手 毛阿米娜英等知名歌手也是出自谷建芬的门下 这些年来刘欢在华语乐坛摸爬滚打 有过巅峰时刻 也有过低谷的时候 刘欢没有忘记初心 低谷的时候依然砥砺前行 努力练好唱歌的基本功 才能迎来现今在华语乐坛大哥大的地位 不管刘欢未来是继续唱歌还是不唱歌 华语乐坛永远有他的一席位 歌迷也不会忘记刘欢那些年 给大家带来的优秀音乐作品